哈囉,大家好,我是歐小編 今天要來向大家介紹的是這一台 ASPER S5 大家都知道ARTRA BOOK就是又輕又薄 那像這一台它的重量只有1194公克 而它的厚度呢 更是相當的精神只有兩隻竹筷子這麼厚 那這都不稀奇 這邊小編要考考大家 你知道S5為什麼擁有這麼快的傳說表現嗎? 我知道,我知道 是因為它採用SSD對不對? 嗯,你說對了一半 其實呢,它採用的SSD是兩顆組成RAID0模式 所以它在循序讀取和寫錄的表現呢 每秒都有到600多MHz 可說是非常的驚人 以這樣的數據來看呢 效能提升的是沒有錯 但在資料儲存的安全性呢 這就令人值得細舊了 以下小編有為大家做一個實驗 是關於隱藏式連接部的耐重測試 我們現在要進行的是S5隱藏式連接部的能耐測試 我現在手上有12本雜誌 總重量約為5000公克 我現在要先放上6本雜誌 將隱藏式連接部升起 OK,成功 我們現在要放上的是再多6本 先降下 再升起 哦哦,有點失敗沒關係 我們拿掉兩本約為4000公克左右 這次再講隱藏式連接部升起 嗚呼,這次成功了 實驗證明ASA隱藏式連接部 還是經得起考驗 希望大家喜歡歐小編帶來的疊疊樂報導 祝大家有個愉快的週末 掰掰 掰掰